今天魚菜共生要做什麼呢? 今天就是我們這兩天買了一個馬塔 是RO800型的 13瓦 那它的陽程是1.6公尺 然後它的每共生是801公升 那這個馬塔我不知道它的大小是怎麼樣 那我們剛買過來然後它有一些配件 那這個配件我是把它裝成四分的 然後這個有四個角是吸盤 好那我們現在因為舊的馬達 這一顆馬達它比較老舊一點 所以它抽上來的水量比較小一點 然後它會因為水的高低 然後水越低的話它吸的量會比較少 水越高它會吸量比較大 所以變成說這個比較不穩定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新的馬達它的效果怎麼樣 好那我們先把舊馬達關掉 然後呢舊馬達的部分呢 因為這個是都可以活動式的嘛 所以我就把它拿下來 這一顆是舊馬達 它看起來很大顆 可是你看它是8.5瓦 1200 一小時1200毫升 來 比公升啊 一直講錯 好來這顆是800架 它是13瓦的 然後一個小時是801公升 比較小一點 但是我在思考它的量會比較大一點 好我的學生要來了 我們今天要去社團展演 要看其他的組別 好那這個馬達呢 因為它不能空轉 所以呢 所以要記得就裝好之後再放進去 哇 不行耶 好所以呢 這個有在想是不是因為 我的管子就是因為它是 薄管 啊這是後管 它有差喔 果然是這樣沒有錯 好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的 後管喔 後管跟薄管差在哪裡 水管的 水管的厚度有分喔 你看一下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它的管壁是不是比較 不一樣 這個比較厚這個比較薄 好那一般 我們比較建議是用這個後管 為什麼 因為它在 在串接的過程當中 它有接彎頭嘛 那它會 連的會比較 就是 比較密合一點啦 你看我這樣拔起來 它很輕鬆就拔起來 可是這個就不一樣 它比較不好裝 而且它 裝的那個 緊密度會比較好一點 好OK 裝好了之後呢 好那其實這個地方齁 我們剛剛這個新馬達 因為它 這個量 這個口徑有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必須 套一個 套一圈那個 那個叫什麼 止水 止水膠檔 那因為我現在沒有齁 所以我們之後再來套 好那 先把它裝進去 好 它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把 馬達呢 放在最底層 好現在 測試看看喔 然後再開電源 好很明顯的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水量 比剛剛還大很多 有沒有看到 好我現在是全開的狀態之下 對不對 好那全開的狀態之下 你看一下現在在虹西 我們這是 這一組是虹西中系統 好那因為 水量太大的話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虹西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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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出水孔呢 它會一直 水一直漏下來 然後它不會停下來 你看它不會停 那不會停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進水太大了 導致於它 虹西中的那個 吸空氣層 吸到空氣層 吸不到空氣層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要做什麼 來調整水量的大小 調小一點點 直到它停止為止 我們就慢慢調 慢慢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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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它停就要 我就要爬 那個水量就要差不多 那個水量 你看我換了一個Cinema達之後 它的 流量更大 然後它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什麼是做的事情更多 就是它有可能可以怎麼樣 串接給兩組去跑 它在爬嗎 好應該是停了啦 OK我聽到那個 吸到空氣的聲音了 所以已經停了 那我們現在各位可以看一下 換了Cinema達之後 剛剛的馬達 這個開關是 比較多一點的水量進來 可是現在我把它 就是調的更小 因為這個馬達功率 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13瓦 然後它是 但是它的出水量是比較小的 很特別吧 剛剛是8瓦 可是它出水量去 確實就是 它不是一定的 不是一定的啦 但是就是說 RIO的好處就是說 它的真的 我覺得它的 這個馬達真的是 蠻好用的 OK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測試 RIO800型 好 800型這次 好可以後試一下 好 800型的這一顆馬達 我覺得不錯用 好很推薦 謝謝大家